肖默 肖默 门被反锁了 肖默 你出来 没想到我们正下航空 还有这么厉害的飞行员 被圈粉了吧 还行吧 我跟你们说啊 等下谁也不能给我抢 他下来的时候 我要拜他为师 谁敢跟你抢啊 就你话都 你还不快去拜师 那肖默 你还不快去拜师 你有什么脸在北京 我飞不飞 应该不用跟你汇报吧 什么情况 你知不知道 你今天这样做很幼稚 要不是肖默通亲打理的话 我怎么幼稚了 我就是推了她一下 我又没打她 那如果你们两个 推来推去打起来怎么办 我就是想知道 他为什么有资格 在这里飞 我告诉你 他一直有资格飞 他是个合格的飞行员 这是公司的决定 不管怎么样 你要为今天做的事情负责任 去 跑超场三十圈 不跑完不准吃饭 怎么了 还在生气啊 还是因为肖默 对 我就是看不惯那个小妈 你知道咱们航向的旅游生吗 不仅要全部旅动通过 还要满满满分 你觉得你能做到吗 全部通过 对 咱们航向就像到现在 就肖默一个人做到了 算在上市 传记着我 有什么了不起的 只要我想做 就没有什么我做不到的事 你别光嘴上会说 要付出行动 半年前我曾经见过肖默一次 那个时候是他自己主动要求停飞 跑去学习机械和修理 为的就是要在复飞 做一个完美的飞行员 看来人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你呢 与其在这里生闷气 不如飞上天空 跟他一较高下 吴迪 来 喂 妈 妈 刚从伦敦回来休息两天 刚才没开机啊 朵朵要来 妈 妈 我跟朵朵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 我一直把她当妹妹啊 好好好 好好好 走 走 走 你 小猛 小猛 你是不是在裡面啊 门被反锁了 肖默 你出来 我以为你这个人只是爱管闲事 没想到你居然闲到 跑来偷听别人电话 我以为你这个人只是木讷而已 没想到谎话说得很溜嘛 还伦敦呢 怎么不说你飞到月球去啊 我的是你少管 这里面电源已经切断了 怎么这个小门没有锁 可能是最后走的人没有锁门呢 这些人哪 真是 什么声音啊 应该是有人把门反锁了 不会吧 会啊 电话 不对 我拉宿舍了 对对对 怎么样 还没关系啊 人哥不接电话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您请您拨打的电话 您拨打的电话 些打个电话 我姐关机了 打给别人啊 杜菲啊 涛涛 厉维 我爸打给夏雨 他一定有电话的 我没有他们电话 你没有他们电话 你人缘怎么这么差 微信哪上微信 我没有微信 你是什么时代的人 怎么会没有微信 那些怎么办 有短信不就可以了 现在谁给你发短信 发了 发了 不会坏掉了吧 坏掉了 怎么这么不经摔啊 怎么开机啊 坏了 怎么可能我再经经摔一下 怎么可能会坏啊 我就觉得啊 每一次我只要遇见你 就是没有好事情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其实我今天 本来是要过来谢谢你的 谢谢你上回对我的鼓励 让我终于下定决心 想要考飞行员 我什么时候鼓励你了 就是上一次在维修厂外啊 你跟我说 维修是为了更好的飞行 为了让每一个乘客 都能够安全地跟家人团聚 我随口一说而已 但是我对飞行是认真的 这个梦想啊 我从来都没有变过 但是我说什么 对你也没那么重要吧 其实你这个时候 就说一声恭喜你 离梦想又更进了一步 这么简单的话 有这么难吗 你这个人会不会聊天啊 恭喜你 离梦想又进了一步 谢谢 如果发展 guy 就不得了一步 我可以帮你 我帮你 我记得他 你她不得来